丁女士患有严重湿疹 曾涂抹多种药膏 也曾入院治疗 不见好转 而且更加恶化 2015年8月10日 第一次到原始点咨询 手部湿疹照片 手臂 胳膊及腹骨勾以下 全都齐痒难耐 痛苦不堪 晚上不能入睡 患处已抓到破皮流血 严重影响生活 先用红豆袋 全身大面积温敷 及服用姜汤 补充内外热源后 患者手臂及身体 感觉痒感减轻许多 但腿部还是刺痒难耐 于是按推臀部原始点 并继续温敷 痒感减轻许多 当天晚上就很好睡了 第三天手部照片 第五天双手已明显改善 肿也减轻许多 第五天双脚 第七天手部照片 第七天的脚部和手部 短短七天 并不是每天按推 主要是坚持24小时温敷 每天姜汤洗澡两次 温热饮食 即寒凉 症状很大改善 心情愉悦 现在是第七天 我感觉就是已经 几乎可以说吧 康复 你看看我这个 后续追踪 两个半月后 丁女士到推广中心表示感谢 湿疹部位以康复 没有留下疤痕 千细修长的双手 恢复了以往的美丽 恢复千细修长的双手 两个半月后脚部 从发病到现在是将近三个月 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 就是身体基本康复 手部前后对比 脚部前后对比 该展示实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